看人最開心 由我們看人最開心 昨天也不開心 因為香港也開始有變種病毒 好像今個星期越來越厲害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外融的群組 上個星期就一一個 然後應該是各散東西之後 去了社區的平衡 早前興華二村我服務的區 其實都出現了個案 那晚我都站到很晚 去stand by 你都看到其實居民很擔心 我接觸每一個街坊都問我 是否出現變種病毒 是否在社區裏面 那我也知道香港市民普遍都是你心想 南區和東區那邊都有兩座 就撤離了 已經去了隔壁中心 我就沒有撤離 是封區 其實這個也是看印度的情況 就是變種病毒出現 其實飆升得很快 其實都是呼籲大家打疫苗 我知道你打了 我就已經預約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預約了18號 因為我17號要交功課 由現在開始繼續不停地交功 我打算交完那個時候打 那就沒那麼累 其實打完疫苗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以有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就記錄下你 什麼時候做了接種疫苗 對 我們看到 不單止香港 不單止中國 外國也有 丹麥就說 它有一個很前衛很先進的程式 就是這個手機APP可以記下這個疫苗紀錄 嘩 歐洲國家不是覺得這些記下疫苗紀錄 是監測市民嗎 不是等於違反這個人權嗎 不是侵犯市民的私隱嗎 我覺得最神奇的是媒體 竟然說創先河 讚得好像很棒 其實很搞笑 我們內地早就有 是 我買什麼來的 對啦 對頭來就是 我不知道 他說半小時出現的結果 可能你什麼時候打疫苗 你接種的時間 記錄都會給政府等等 我們現在香港 都有這個叫做安心出行 記錄你出去哪裡 其實名字都不用留 人們已經罵到死了 為什麼對於丹麥這個APP是雙重標準 不知道 總之好像香港的媒體也是這樣說的 總之外國的東西就是唐仙河 就特別正 中國的東西就是監控 就是他這個 我們最愛的鄭紫勝 可以幫他配音 其實可以 因為這個我得圖 你讀你讀你讀 是不是很厲害 讀你 一早就健康碼了中國 Sorry 那些是監控 嘩 玩完了 他欺負了樣子 我的傳媒就是喜歡雙重標準 喜歡怎樣說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傳媒什麼都好 我覺得公道一點 應該說的就應該說 是不是 你看到丹麥做的好 沒問題的 你讚他OK的 那他真的幫到控制疫情 但對於香港的 特別是這些APPs 真的希望控制疫情的東西 都不要抹黑 應該要大力他推廣 他支持 同意 對 另外一些新聞 我們看到這個星期 有一個之前很有錢 去英國吃炸魚 探過子女 送子女 過到英國的前區議員 因為他辭職了 他是拒絕給影印機的解約金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辦公室用大機的話 其實是預先的 其實是預訂的 不是預訂的 不是預訂的 是租的 不是買了一台機回來 然後他如果要解約 即提前解約的話 他要付解約金 不肯付錢 我上網看過他的Facebook說 大概不貴的 他的合約大概三四萬元左右 他就說自己負擔不好 但明明區議員的人工 大家知道一個月三四萬元 但他說我負擔不起了 然後可不可以有市民幫我頂住他 他言下之意就是這樣 為什麼不東尼這個人 我們都有印象 基本上我們說起過他 因為之前 麗晶花園爆發的疫情的時候 大家在想 哎呀死了 找誰幫忙的時候 發現區議員原來 是完全不在香港的 是一直都在英國的 那時候我們都笑過他一次 大家如果想回 他在WhatsApp Group那裡 有些居民逼他要做事 就是Quick Group 是啊 所以呢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你做區議員的時候 你要一部影印機來做什麼 都沒有用的 他都不在 他都不在 第二就是 好了 要解約了 要辭職了 為什麼要市民幫忙給 不是你自己給呢 為什麼不是自己付這個責任 我覺得不東尼是特別過分的 就是第一 你拿了這麼多月的薪金 但你其實不在香港沒有服務 只是Quick Group 市民沒有要求你退出錢 沒有要求你退出錢 已經算是這樣的 你還要不用薪金 來交一些應該給的錢 就是影印機的費用 你應該給的 還要反而要市民再付錢 我覺得是有點過分 做人要趕少良心 他本身這麼良心就是市民給的 對 然後人家要幫他了結他自己承擔的東西 其實他本身是自己承擔的 他自己不去繼續服務我們香港市民 不自己去辭職 去取付這個解約金 應該自己去承擔 可以看到就是這班小黃人 這班黃的區議員 就是不負責任 就是去到外國又不負責任 回來又更加不負責任 北東寧先生是幸運的 他出現了這麼大的事 還有Facebook 可以幫他宣傳一下 說一下 但另一位呢 特先生 很慘 就是哪位呢 我們節目的老朋友 Donald Trump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這個網 就是from the desk of Donald J. Trump 為什麼會有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Donald Trump是被Facebook、Twitter、Google 全部阻礙他 就是他不可以在這些平台上發言 他沒有發言之餘 他又想說話 那怎麼辦呢 他就自己搞個網出來 整個網你當是他自己的一個forum 或者他自己的一個網 他自己發表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很慘 完全沒有人權 這些國家 這些就是美式的言論自由 對 坦白說 Donald Trump 他雖然說話 經常說話 但你Facebook和Twitter 是聲稱要保護言論自由的 在香港那時候 黑暴說一些火魔法 你也是照傳的 你說這些是言論自由 那麼去到Donald Trump的時候 你就禁止他 還有大家記不記得 在TVB那時候 TVB就是 希望說一些公正的事情 不肯幫他們宣傳所謂的火魔法等等 後來被網民打破他的車 怎樣都怎樣 喂 TVB也是這樣公正做的 現在Facebook呢 Facebook就是禁止他 那是否代表Facebook 都是所謂的 要遺禁 是否香港都要抵制Facebook 抵制Twitter呢 我想呢 特朗普的問題 我們知道的 特朗普發放一些假消息 假新聞 真的要制止 我這個也是同意的 如果你不制止一些假的新聞 是會出亂指的 對呀 但他現在都下台了 他又不是總統 他是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 都要禁你聲音 怎麼可以禁一個普通平民百姓的聲音 這個不應該 這個跟我們上次上一集說的一樣 就是特朗普影響到他們國家安全 他說的話就圈掩一些仇恨的情緒 分裂社會 分裂國家 所以就跟我們上次一樣 其實我們都鼓勵美國政府 跟我們香港政府 或者我們內地一樣 都是要嚴格去監管這些假的新聞 或者分裂國家的行為 沒錯 其實另外一件事 我們都要讚美國政府 就是這個暴動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上年不斷地有暴動 其實美國政府 都是徹底地對這些暴徒 是零容忍的 他們是會告這些暴徒 是暴動的 這個所謂的 手足也是 大空暴徒 其實他也很慘 我們都同情他 就是被橡膠子彈射中了 但是暴動罪依然是不能掉 政府一樣照顧 對 我覺得在 美國不要說到 什麼美麗的風景線 說不斷地搬龍門 雙重標準 去到自己國家出現這些暴動人士的時候 他一樣是照顧無誤的 其實我覺得同一個標準 政府在香港都一樣要去落實 但是我覺得在這裏 兩地的示威者都有點不同 香港的黃絲鬼爆眼淚 他今時今日去了哪裡 我們之前說尋仁記 經常找他 這些網民都找不到他 但是美國的示威者 他自己暴動 他就站出來 那就是暴動 他就拘捕 人家經常說法治社會 就拘捕他 香港的社會 是否應該跟上這個標準呢 如果真的那麼順敗美國 經常揮美國旗 就跟上這個標準 很奇怪 他就是犯了罪 那就要被控 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香港那些 就要維護去保護他們 他們明明是犯了罪 你竟然都是要求 洗脫他們的罪名 但是他真的犯了法 他真的犯了暴動罪 他真的破壞了我們香港的安寧 好像美國這樣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 一個很平常的事情 你犯了法 就要承之於法 要為你的行為負責任 其實無論在哪個國家 或者在某一個地區 其實這件事是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樣說法 或者對方這樣說法 其實是不應該的 其實怎樣都要將它承之於法 因為我們要維繫我們整個社會的安定 在這裡阿榮我也呼籲一下 當初是做了什麼掩眼手勢 甚至現在還在外國打國際線 羅昆聰等等之流 記得聲援這位 叫Alex Horrell 記得聲援他 記得在國際媒體上上了頭版 要包上頭版去聲援他 不要忘記 沒錯沒錯 如果大家看到美國有什麼雙重標準 虛偽那些 都不妨留言說下 記得讚好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